美方有关声明无端指责中国人权状况 充斥着谎言和偏见 充分反映了美方霸权霸道霸凌的本性 堵入了借人权问题干涉中国内政 危害中国稳定发展和民族团结的政治目的 中国人权状况怎么样 中国人民罪有发言权 所谓中国在新疆搞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 完全是实际谎言 所谓中国在西藏执行镇压政策 完全是颠倒黑白 所谓中方瓦解对香港的自治承诺 完全是混淆是非 我们要指出的是 美方动辄对别国人权状况 指手画脚 却对美国本身的人权问题视而不见 美国存在系统性的种族主义 强迫劳动 侵犯难移民和印第安人权利等严重问题 美国已保护人权为由 对他国霸凌制裁发动战争 导致当地生灵涂炭 经济萧条 社会动乱 制造了无数人权灾难 人权危机 对世界人权失业造成严重的践踏和破坏 在这些斑斑劣迹面前 美方根本没有资格以叫实验自居 更没有权利对别国遗旨气使 国际社会的眼睛是雪亮的 我们敦促美方停止借人权问题 污蔑抹黑中国 停止借人权问题干涉中国内政 破坏中国稳定 切实反省自身的人权劣迹 先把美国的人权欠账补上